可能我下年才會幫大家做 有些人都有問過 不過我現在暫時在Focus 在BitoLab 我自己都用這個時間的experience 先拿到牌 我要知道那些官員有什麼requirement 那未來 或者你聽這個影片 你是在做Airbnb的 OK 那未來10月1日就犯法了 Hello 是John 可能你們有些人 知道我是有運動Airbnb的 其實我們以前 疫情之前 運動28間 自己有幾間 然後又運動別的投資者 因為疫情 就轉了很多屋子 變成長期限制 這個影片 我現在就在我這間屋子 在Clay Bank 我們現在 蘇格蘭政府 記得蘇格蘭和英格蘭不同 蘇格蘭政府 現在立了例 就要有個license OK 要有個license 才operate 如果沒有 他們抓到 就要罰錢 OK 聽說好像罰2500 OK 我呢 就因為以前也有run 我有兩間的 我還剩下兩間 兩間都在Clay Bank 這個area 這樣呢 就要 九月底 即十月一號前 要去apply 我才可以繼續做生意 他批不批 另外一件事 OK 那他批不批 就很多個factor 總之呢 我們做這個licensing 我要做足他 就是 他好強調些 嗯 即怎樣說 好注意些 fire safety OK 那個fire safety 很重要的 有火灼 這個情況 怎樣走 OK 有沒有什麼emergency lighting 有沒有買對了 就是那些 那些 布料 就好像我現在這裡 有些梳化 給你看 這些梳化 合不合某一個standard 就是說 如果著火 不是馬上出很多煙 那我們要check 然後呢 那些電器呢 就要make sure 我們要抄下 然後呢 又要登記它 變成呢 如果那裏manufacturer 有些什麼fault 那呢 我們就要 會通知我們 又要買印刷 然後呢 都不知道 不確保 合不合格的 OK 如果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我叫John 我和太太 Joyce 我們基於Glasgow 我們是職業投資者 來的 幫香港人 在香港也好 加拿大也好 澳洲也好 英格蘭也好 蘇格蘭也好 蘇格蘭也有 Glasgow也有 投資 OK 我沒有介紹過 RBnB的 因為 這件事 可能我下年 才會幫大家做 OK 有些人都有問過 不過呢 我現在暫時 是focus 是bital 和我自己 都用這個時間 的experience 先拿到牌子 我要知道 那些官呢 有什麼requirement 那 那 接下來 如果你 或者你聽這個影片 你是 做RBnB的 OK 那 接下來 10月1日 就犯法了 或者你想做RBnB 一定要拿牌 因為我這個case 我是以前做RBnB的 我要證明 我要證明 我做RBnB的 那 我就 給我 給我 10月1日 10月1日 現在是9月中 那 那 我們 還有兩個星期 就要 submit 這個application 要多久批 我不知道 OK 那 整個蘇格蘭 總之做RBnB 那些 酒店 酒店仔 那些 酒店仔 bed and breakfast 那些 那些 什麼都是 屬於這個新的例 那 Air BnB 是比較新 那 政府因為 特別在城市的地方 在城市的地方 好像Glasgow 愛丁堡 這個clay bank 是離開了城市少少 就應該容易些拿 那些 那些 就難拿些 應該 那 我有 這個 拿成點 到時 我會 submit 總之 10月前 會 submit 拿到點 他們有什麼要求 我先和大家 share 分享 如果你 本身 是有 Airbnb 你 要我幫你 看看 怎樣 合不合格 那 你都可以找我 OK 我 大家 share 一下 OK 那 我的email 是 johnman.net 或者 如果你想和我 聊聊天 那你上去我的網址 那我預約一個 free consultation call 好 OK Thank you 你看這個 那記得 幫我 subscribe 這樣多些人 了解 物業投資 OK 那 我其實就想 target到 今年 年底 就去到 2000個 subscriber 現在 1600多 那 還有 三個幾月 就是 一個月 100個subscriber 我相信你們會幫得到我的 所以 如果你現在聽這個 video OK 那你不是一個 我的subscriber 幹嘛不subscriber 按那個subscriber 按那個subscriber 按個like 多些人可以知道 幫到多些人 OK 是這麼多 OK 拜拜